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黄日会议 话说电视频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当中县长许舒华就职将满一周年 这天特别率领县府团队 向县民来报告县政的作为 以及接下来的新措施 以务实稳健和多元有序的方向 短时间就顺利将进选的 政见和县政来无奉接轨 这次在最新媒体的民调当中 许县长的满意度更是突破了八成 和县政府的县政重要成果会 在幼儿云小朋友可爱表演中 揭开序幕 许舒华县长借此向相亲报告 这将近一年时间 积极推动的各项工作 当大家可以看到 不论是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 还有我们的四大的转运站 我们都如期在规划 那同时呢大家所关注的 也期待的就是将来会有一个 南投县的一个美术馆 这些我们都如期在进行 那小的一些包括市政的便民措施 透过一些现在的新的科技 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申办 还有缴费 让所有的县民朋友更加的便利 许舒华县长上任后 扩大南钢工业区工业用地 推动便解交通网等大型建设 也提供各项便民服务 例如进了爱心卡 使用更多元 设置夜间急诊救护诊 而在教育和农业等部分 提高体育奖金 规划学生出国学习奖助金 并成功外销南投县的船 以及江等农产 各项表现都受肯定 南投县议会长期以来 对我们宪政的指教 也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让我们在整个市政的过程 可以说更加的贴近民意 那这一年来呢 我们的各项的一个评比 也获得了普遍宪明的肯定 最新的各项的民调 不只是我们县政府的行政效率 包括我们个人的市政的满意度 都有达到八成 我站南投 我出我车 嘿嘿嘿 透过活动 县府展现市政成果 对徐书华县长率领团队 在短短一年就如此优异的表现 也受到现场参与贵宾的肯定 可以获得县民非常高的满意度 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管是延续过去的优势 还有未来像美丽的愿景 我想许县长已经给我们县民一个很好的答案 在许县长那么用心在于 以基于南投的许多的当初的证件 都逐一在兑现 而且加速在兑现 也获得我们许多县民 还将近八成多九成的一个满意度 许舒华县长表示 会带着民众的期待和支持 在日后的三年把美项工作落实 实现当初竞选承诺 把南投打造为一具城市 记者女性脑线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